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我刚刚从外边回来 然后就发现说前两天 我在Revolve上面买的这个Sone of Style系列呢 就已经到了 真的超快的 应该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就已经送到了 那我还没有来得及拆箱 所以呢就想说可以趁这个机会 跟你们一起试穿一下 然后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First Impression 这个包裹真的还挺重的 因为我这一次买了七件的样子 因为这个系列我觉得一出来 我就发现真的都非常适合我 而且呢非常的California style 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开箱 然后试穿吧 我不知道它塞在这个小包裹里面 会不会太皱 如果太皱的话呢 我还是稍微烫一下 然后呢再给大家试穿 全都在这里 首先来给大家试穿这个连体裤好了 因为我自己对这条格子的连体裤呢 是最最期待的 那这个系列的话就尺寸上面来说的话 他们有出到最小的是Extra Extra Small 然后我这次买的所有的单品呢 都是Extra Small 因为我自己平时买Revolve他们家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穿这个尺码 所以呢不知道这个系列是不是也是相同的一个 这样子的尺寸 首先我感觉这一条它摸上去的这个质地真的还挺好的 就是属于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 不是那种你觉得说稍微把它揉成一团 就会特别皱的那种材质 OK那让我们先来试穿一下这一条格子裤 哇塞我觉得这个格子连体裤真的超级好看 差不多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整个呢会显得上半身是很瘦的 然后腰这边也是很细的 本来看模特图我会觉得说这边的这个开口是不是很大 但是自己真的穿上去之后发现它的这边这个开口其实是很小的 所以呢也不会显得很漏 穿上去之后真的觉得自己的身高能有个178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你再在底下去穿一个那种比较高跟的鞋子的话 但是呢我感觉这条连体裤它的长度是属于比较长的那种 像我自己162的身高如果说穿平底鞋 那么它几乎在地上能脱个这么长 如果说我穿一个差不多六七厘米这种跟高的 然后这条裤子呢它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脱地 所以呢这条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身高跟我差不多的话 肯定是需要去改短的 但是呢就整体穿起来的这个型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目前的话呢我在里面没有穿胸衣也没有贴任何的乳贴 所以呢这件衣服其实你不穿胸衣穿 也不会觉得说这边会出现什么露顶啊这种情况 而且同时这个很细的肩带会显得你的肩膀这边很好看 所以呢这一件我觉得超级喜欢超推荐 哦另外还有一点刚刚忘记说的就是它的这个连体裤呢 是两层的外面的一个这种格子的布料嘛 然后里面有一个白色的这种内力 所以呢穿起来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痛苦感的 然后这个第二条的裙子呢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条 这条裙子的话它整个裙子版型的设计呢我真的就觉得说是写了阿密宋的名字一样的 有一点点这种包身的感觉 然后呢会显得你的腰这边比较的纤细 同时呢屁股这边的线条呢也是很好看的 这条的话整体我觉得穿起来就会比较的有女人味 同时呢它的这个面料就是也同样是两层的 外边的这个摸起来的话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磨手的感觉 然后里边的话反而是一个非常轻敷的这种内力 所以呢穿起来也挺舒服的目前 那我自己其实是属于这种小肚子这边是稍微有一些肉的嘛 但是这条就穿上去我感觉反而没有什么显胖 或者说突出来小肤这边有隆起的现象 可能是因为本身它的这个面料做的是比较有垂润感的那一种嘛 所以呢整体修身的效果真的特别的好 另外呢它的这个肩带也是属于一个稍微比较宽一点的设计 同时呢去调节长度也会非常的方便跟轻松 所以呢整体这条我觉得穿上去就是一个看上去好像是比较修身紧身的款式 但是呢穿上去反而是比较舒服的一件 然后这个接近砖红色的这种颜色也非常的显肤色白 所以呢对黄皮来说也是很友好的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就是它在这边就是比较一个不对称的这种扣子的设计 然后同时一直延伸到差不多大腿的那个位置上面嘛 所以呢整体看上去还蛮有复古感的 然后在裙摆这边呢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往里缩的 同时在扣子的下方有设计一个这样子的开叉嘛 那这样子的设计走起来的话就是在侧边能够隐约的看到一点大腿的部分 所以呢看上去也有一点点小性感 怎么办目前这两件穿起来我都超级的喜欢耶 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吐槽的地方 那接下来第三件的话让我们来试一下这一件紫色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西装裙的设计 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长草那个紫色的三件套的 就里边有一个小背心然后裤子外面有一个西装外套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的胸很平嘛 然后呢也没有那种很好看的那种胸线的线条 所以呢可能稍微有一点hold不住里边的那个背心 但是Amazon它本人穿那件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所以呢我就想说可以入一个这种 相当于是同系列的把一件这种紫色的西装裙的样式 诶它的这个西装裙是有一点点肩垫的 所以呢不知道穿上去的效果怎么样 目前这个颜色呢我是非常喜欢的 那这件的话穿上去总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相比于前面两件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件我并没有特别的喜欢 首先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面料呢是比较容易皱的那种 我刚刚拿出来也没有套嘛 所以呢穿上去稍微捣吃一下 就觉得说好像有些地方就已经会出现了这种褶皱的那种痕迹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西装裙前面的这个领口吧 真的是挺低的 因为我试穿都没有穿内衣嘛 所以呢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会露出来这边容易走光 所以呢如果要穿的话可能需要在这边去贴一个这种隐形的这种胶带 另外呢我觉得说它为了要把它设计的更像是一条比较一体的那种裙子呢 它在前边这个地方没有设计任何可以就在外面看得见的那种扣子 所以扣衣服的方式呢是这种往里扣的 那么这个设计其实你第一眼看上去可能会觉得说哇很贴心 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同时我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就动作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然后稍微撑一下那么呢它里边这块就是反而会露出来 就原本说它扣上去就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嘛 但是你稍微撑一下它反而会露出来里边半边的这种痕迹 整体呢看去怎么说呢反正不是特别的舒服 但就颜色本身来说的话我还是挺喜欢的 所以呢之后我可能会这件我可能会退掉因为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合适 然后再看看它那个三件套有没有可能还买得到 再买回来试一试看 长度上面的话这条呢就属于一个比较短的短裙的长度 我感觉坐下来可能会比较的容易走光 所以呢平时穿的时候里面可能需要去穿一条那种四脚的安全裤 会比较的有安全感一点 接下来给大家试穿一下这条蓝色的裙子 这个裙子也是第一眼看到就好喜欢啊 包括它前边这种稍微带有一点点花边的那种肩带 还有说裙摆上面的开叉这个我都非常的喜欢 哦这条裙子它质地上面的这种薄厚程度 相对于第一条连体裤来说呢真的要薄挺多的 但是它同时还是一个这种两层面料的设计 所以呢我感觉这条应该也不会有任何的透敷感 哇塞这件真的超好看耶 但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最近长胖了 所以呢在腰腹这一块呢是比较紧的 我目前穿起来 整体的话是一个非常修身非常贴身的这种感觉的 像是它的这个肩带啊就稍微设计的有一点这种荷叶边的感觉 同样呢它前面胸下边的这个小镂空呢也是很小的一片 所以呢穿起来也不会觉得说过于的陆肤 远看的话会觉得说它的这个pattern是小剥点 但是其实近看你就会发现它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立体感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大家在镜头前面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这一件它总体设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在整个裙子的两边就在你大腿的 两条大腿的位置上面有设计一个比较高的开叉 所以走起来的话是会露出来比较多大腿的部分 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那种走光的情况 因为它两边开叉的中间有一片蛮大的这种布料的嘛 所以呢基本上走起来不太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现象 长度上面我觉得这一件也是相对于刚刚的那个第一条连体裤来说呢 对小个子非常的友好 因为我自己穿上如果穿平底鞋的话 它的长度也就是到我脚踝上方这么多的感觉 所以呢这条我感觉即便身高是160以下的女生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说我穿的话现在有一点紧 但是呢我并不打算去换一个更大的尺寸 我相信自己在努力健身个一两个月 应该还是有机会穿得出来一个非常好看的效果的 目前试了四件 我感觉除了刚刚那件紫色的西装裙之外 另外三件都超级的喜欢 然后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试穿一些我买的上衣的部分 第一个上衣呢我还是买了一件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pattern也是一样的蓝色的上衣 这件的话我印象中它的设计应该是领口这边特别方的那种领口 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这种方领设计嘛 因为我觉得方领设计穿起来会让锁骨肩膀这边特别好看 同时呢它的时髦度也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然后这个系列里面所有的上衣 我觉得它都是设计的那种长度比较短的 所以呢看上去会觉得说上半身比较短 然后搭配一些高腰裤的话就会看上去整个人比例很好 这件我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没有特别喜欢 就是它穿起来整个效果我是很满意的 跟我想象当中的也差不多 但是我感觉这件衣服穿起来实在是太费劲了 我刚刚起码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去穿好它 首先就是它这个袖子的设计 它袖子这边设计有两个这样子的扣子嘛 而且这个扣子还挺难系的 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就是要需要套头那样穿 因为它身上是没有任何拉链啊 或者说侧边拉链的设计 穿起来你套头穿的时候呢 你还要提前把这个扣子的部分解开 不然的话你的手腕呢是穿不过去的 然后呢因为这件它的背后还有一个这种 一根细带的这种设计嘛 所以你穿好之后还需要别人帮忙 把你把后面的这个继带给系起来 如果说你不系起来的话 它的这个肩膀就非常的容易掉 就差不多你动两下它就直接这个样子了 所以呢后面的继带呢也是要必须系起来的 但就衣服本身版型的设计吧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看的 就很有度假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件上衣的话 因为它设计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然后在侧边呢又有一点点这种 类似于小裙摆的这种感觉 下面的话去搭配一些白色的牛仔裤啊 或者说浅色 就非常浅色水洗的那种牛仔裤呢 应该也是很好看的 穿下来我目前觉得说 刚刚试的所有的这些 包括我身上的这件 其实都不太需要穿内衣 或者说去贴乳贴去穿 几乎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所以呢这一点方面我真的还比较喜欢 因为我自己这个人平时就真的很讨厌穿内衣 然后它背后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松紧带的设计嘛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胸围 稍微宽一点窄一点的人来说的话呢 也挺友好的 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件小上衣 这个小上衣我觉得从衣型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跟我身上目前穿的这件差不多 但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一边设计的是这种类似的这样子肩膀跟袖子的设计 然后另外一边呢它设计的就是一个没有肩膀上那块布料的 所以呢就是一个不对称的衣服嘛 哇塞这件衣服它的这个衣型的设计真的太适合我了 就是我觉得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身材的状况 就属于大概只有肩膀跟锁骨可以露出来 然后这件的话就是非常符合我自己的style 但是就穿着体验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相比于刚刚那一件蓝色的 它的这个面料因为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弹性的那种面料 所以穿起来呢我觉得反而是那件蓝色的 穿好之后会比较的舒服 但是呢就光从设计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件会比刚刚那一件更加的有特点 几乎没有看到其他的牌子有出过说类似的这种设计 然后颜色上面的话这一件呢它是一个这种肉粉色的颜色 近看的话会发现它上面有这种格纹的pattern 所以这件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容易搭配一点 你在下妆的颜色的选择上面就会比刚才那件蓝色要更多 因为你去搭配一些浅色或者说深色呢 我觉得这件都是完全OK的 OK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这次买的最后一件 最后这件的话就是他们这个系列还蛮主打的一个水果服 然后它本来是一个套装嘛有配一条长裤 我一开始是真的非常想要就把这件衬衣 然后加那长裤一起买回来 但是呢就想了想说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平时穿成这个样子的话 一整套然后全身都是水果 我感觉稍微有一点夸张 所以呢思索再三吧 就决定说就买这个衬衫来试试看 然后呢用它去搭配其他的下妆 看上去呢会不会显得稍微的再日常一点 穿上去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而且呢这件衬衫它本身的长度呢 如果说整个拿出来的话 应该差不多可以盖过我的屁股 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长的 那这样子的衬衫我觉得还蛮适合去搭配 我目前身上穿的这一条黑色的高腰牛仔裤 然后这个牛仔裤本身长度也差不多 到我膝盖上方一点点嘛 穿起来呢就比较的中性 然后这件整个穿上就非常有一种热带的那种气息 迫不及待的想要过夏天 而且它本身面料上面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很丝滑的面料 它在衣袖这边的话是一层面料设计 然后在衣服全身这边的话是两层面料的设计 所以呢整体面料的垂坠感也很好 相当于是带有一点点oversize感觉的 然后这一件的话我觉得 我目前穿的是extra small嘛 所以呢整个也是有一些oversize 所以呢也没有必要说再往大去选大一个码数 另外呢它也是这种两边不对称颜色比较拼接感的嘛 所以呢整体看上去它的时髦度呢 会比普通的夏威夷衬衫的看上去更加的时髦一些 那今天整个七件试下来 我觉得除了说刚刚那件紫色的西装裙 不是特别适合我之外呢 其他几件光从那个版型或者说style的设计上面来说 真的都非常对我的胃口 我可能会从就是刚刚那件蓝色的上衣跟肉粉色的那件上衣里面呢 选一件留下来退掉其中一件 然后其他五件我肯定都会留下来 那件格子的连体裤我应该会拿去改短 那总体来说sono style它的这个系列 我觉得因为它定价上面并不算很便宜的那种嘛 价格上跟revolve他们家一些自主自营品牌的那个定价都差不多 然后今天整个试穿下来的感觉 我就觉得说它的这个面料啊做工设计什么的还蛮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所以呢总体来说我是蛮推荐的 而且呢就尺码上面而言 我觉得它会比revolve他们自营品牌的这个同等的extra small比起来会稍微的小 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不太会影响说你就穿不下了这种的 才刚刚发售一两天就很多款式都已经开始断码了 但是我相信之后呢肯定还是会补码的 就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试穿视频跟first impression吧 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有用的信息帮大家去判断 然后看看哪些款式是最适合自己的 OK那以上这些呢就是这期视频我所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希望大家还喜欢这期的视频吧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呢就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